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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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把你们俩叫过来 没请别人 你们俩能坐在这儿 算是给我面子 咱们这支王牌施工队 又拿了第一 领导给咱们 寄了集体一等顾 当然了 工作是大家干的 荣誉是集体的 你们两个一文一武 是来到这批学生里 贡献最大的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 不畏微的 就是让你们俩喝个团结酒 这杯酒必须喝 领导不会让咱们闲着 随时会给咱们更重要的任务 我不管你们俩私下 有什么矛盾 喝了这杯酒 你们两个 就必须给我齐心合力 来 这杯就我喝了 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 这话请解释 我从来没把工作和私人关系混为一谈 我把酒端起来 人家房桌端了半天了 这杯酒必须得碰 谁不碰 谁没诚意 你看 师傅 指挥部来电话让您过去一趟 没说什么事吧 没说就说让您去赵总指挥办公室 吹得厉害 这酒喝不成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各位领导 他们把活干砸了 让我们给他擦屁股 他们的屁股自己擦 我不擦 我不干 坐下 坐下 陈国民同志 这个工程你不接 没人敢接 没错 没有人接得了 这就跟我们战场上千里打增援 是一个道理 派出去的部队一定是王牌 而王牌这两个字 你陈国民带领的第一施工队 当之无愧 顾代表 你没有上滑我 绝对不是上滑你 你的这个施工队 是我们工业学大庆的标杆 这个时候我们不亮这个王牌 什么时候亮 顾代表啊 你们不知道啊 这工程弄不好啊 正经活没干利索 自己惹一生麻烦 谁愿意干谁干我不干 王牌施工队不收拾烂摊子 陈国民 老少爷发完了吧 提条件吧 必须严肃处理三公司的那个施工队 没错 一定要严肃处理 还有吗 你们这是搞突然袭击啊 图纸我都没看 什么工程我也不知道 让我怎么提条件 这个好办 师傅宗志 宣布决定 好 等等等等 什么决定啊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事先和我打声招呼啊 你们先决定啊 我先把话说在这儿啊 你们的决定符合我的心思 这个麻烦我坚决不沾 一定让你满意 陈国民 指挥部任命你为 抢救性反攻工程项目指挥 计程钢第一施工队党总支副书记 下方舟技术工程指挥副技术总则 这下满意了吧 这还差不多 行 这活我接了 等等 你把条件提完了 我还没提条件 首先 绝对不能拖我们川南钢铁的后腿 必须保证按时出铁 如果不然继续处分 这个没问题 闺民同志 你这大将出马 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光荣 而又艰巨的任务 顾代表 你可千万别夸过 我已经被赵总套进去了 郭总 怎么样 没什么大的事 但是啊 工期太紧张了 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量 困难很大 我觉得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呢 非常描述 师父 我觉得 只要把大家 为大三线奉献的精神激发出来 发扬联系作战的精神 取消所有休息日 聚集会战 再大的问题再能解决 我保证一定能保质保亮提前完成任务 季城哥 为了上一个项目能提前完成 大家已经精品力尽了 大会战这种东西 不是天天都能搞的 师父 我就算死在工地上 我也不能拖川南钢铁的后腿 就算你可以 你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吧 没事 我相信大家的情况 行了 行了 去工地上看看吧 去吧 亲戚书员 我和方舟要研究一下方案 你也要参加吗 队长 那我也去工地了 方舟 现在就剩咱们俩了 今天咱们必须拿出一个基本方案来 队长 方案拿出来没问题 但我说句实话 按时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太小了 几乎没有可能 先把这个施工方案拿出来 小丹你怎么也出来了 陈队长不让我在里面 下方舟勇为技术论口 我师父 我师父越来越相信他了 再这样下去 就要被牵着鼻子走了 我们毕竟也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来 我不相信 上个工程我们为什么能够提前完成 就是因为大家伙的奉献精神 可新设计的图纸 是下方舟设计的 流程也是他制定的 这都快建好了还拆了重建 能建好吗 这种擦屁股龙腾啊 要是交给那些只会喊口号 假积极的人肯定瞒不成啊 好在现在是我师父跟我大哥呢 没问题 咱们就不用操心了 走喽 妹妹好不好啊 孩子 妹妹手 摸手吧 师母 陆技术员 富兰来了 师母 我找我师父有点急事 去吧 他在屋里面 好 富兰 说话小心点 今天你师父心情不好 好 师父 什么事 没什么事 师父 您先忙吧 我先回去了 来了就说呀 什么事 师父 我想从我们队的护住金里 借点钱 今天我家里来信了 今天收成不好 我媳妇又快生了 这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 要多少 是吗 我想从护住金里面 借二十 我一定会还的 师父 一会儿 一会儿 什么呀 我给你做呢 而且肯定买 就居然 你倒露了 对 让肯定买 寻露了 你不要这样 那是肯定买 有寻露 可以吗 大家 富莱 你马上去把夏方舟和金晨刚 给我交过来 好 快去 小丹 研究这些有用吗 明摆着的事 夏方舟用困难 向我师傅施加压力 根本不让你参加技术工作 我是技术员 不了解工程 没有发言权 精神可以改变物质 物质可以改变精神 只要我们有账无不胜的精神 什么样的困难也打不垮我们 我有个想法 城里突击队 身先士足 技术界 技术界 我师傅让你赶紧去他家里面 快点啊 你们俩现在都在这儿了 一伙我有重要事跟你讲 秦天 谁也不准在敲门啊 请见面 好 弄算起来吧 把这桌子清理一下 我们坐 今天这么着急把你们俩叫过来 我只是想开一个特别小会 看以前的说法呢 我是项目指挥长 夏逢舟是项目总工 继承钢是副书记 咱们三个人呢 就是工程的核心小组 师傅 有话你尽管吩咐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你们看 这个下面啊 全都是大量的钢筋 要埋在下面 这岂不是都浪费了吗 是不是 可是队长 我们现在首先要保证的是速度 再说了 就算把这些钢筋全挖出来 那也只能做报废处理 没什么用处啊 当然有用了 这用处大了 咱们把这些钢筋啊 悄悄地扎住 再悄悄地带到飞品双购站 给大家发相机 怎么样 发奖金 对啊 发奖金 对啊 发奖金 师傅 搞物质刺激 司法奖金 这可是涉及政治立场的 大势大费的原则 什么大势大费的原则问题啊 别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呢 师傅 奖金挂税 已经是批倒逗臭的东西 什么批倒逗臭 奖金这个东西啊 应该没进步 我有经验 有了这个东西啊 大家伙的积极性啊 就像点照到火箭似的 蹭蹭蹭地往上上 这个事情我有印象 我以前在我爸的工地上嘛 他们也发奖金 但是具体怎么做的 我也不知道 发奖金这个事啊 别的我不管 反正我认为是对的 就拿我来说吧 七九五 工资高 贡献就是大 积极性肯定有了 我说的这个积极性啊 和你们讲的那个什么精神 完全是两码顺 这个东西 是从心底冒出来 天师傅 这陈队长什么保密的事 还关着门啊 估计又在里边喝着呢 喝酒还关门啊 昨天不是把小夏师傅 叫过来吗 跟继承刚准备喝个团结酒 这酒杯刚端起来 就被指挥部叫走了 没喝成 看昨天的意思 好像是继承刚不太愿意喝 没准在这会儿 里边正训徒弟呢 咱不管他们 来 陆技术员 你看我们海子这么喜欢方薇 等方薇再大一点 让我们海子当个哥好不好 你这是要让我们方薇 到你们家当童养席啊 那可高攀不起 我看行 你说这些钢筋埋在地上 废了也就废了呀 咱们把它炸出来 给大家发奖金 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目的就一个 保证完成任务 这个事啊 没经验 但是如果能把工人们的积极性 都调动起来 激发出来 保质保料地完成任务 我没有意见 程哥 方舟都表态了 你呢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按以前的说法 下方舟是向我总部的 只要他在这个 事工方案上签了字 盛容下的就说了算 用不着听别人的 师傅决定吧 好 那就这么定了 具体怎么操作 你们不用管 这回啊 我让你们开开眼 奖金这个东西 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师傅 咱这事一旦上边知道了 可以把咱们列为 反变的典型 我要的是速度和质量 谁要把这个事给捅出去 我绝也忍了他 记住我吧 你和夏逢舟说了算的 你瞧不起我 你从骨子里 你就瞧不起我 拿我当侯舌 把我当枪尸 拿我当枪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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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怪不得我了 陈队长可真敢敢啊 我算了一下啊 把钢筋全部挖出来 当废品卖了 可是他们每个人的头上 也没多少钱 就这么点奖金 真有这么神奇的魅力 绝对有 我们厂的杨书记啊 他胆子大 以前偷偷地干过 那工人干劲 呼呼地往上窜 那么厉害 当然了 我们厂的养猪厂 养鸡厂 还有菜园子什么的 都是杨书记 变相给大家发的奖金 金江的各个单位 不都羡慕我们 瞧瞧造船厂 我去工地 你这么晚了 去工地干什么 我要全力支持陈队长 马上修改施工图纸 张照 对了 张照 你怎么在这儿睡啊 通知做好了 你看一下 你别在这儿睡了 你回去睡吧 别管我了 我再睡了 那也行 那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睡 我让本期中午给你送饭 嗯 各位在座的工长 大班班长技术部干 你们都是跟着我从江汉 一路打过来的 我把底都给你们了 有反对意见的 今天当面说 今天不说 下去搞小工作 我饶不了他啊 你们也别高兴 这两天啊 有些人在底下 发牢骚 还有骂娘的 不愿意干这个活 过去的事不追究 我把话撂着 奖金不是白给的 工程质量要上去 工程进度也得提起来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好 你们放心吧 放心吧 我表态 我们队长头上紧着个雷啊 他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我们大伙 谁给队长惹麻烦 谁就是和我们大伙过不去 对 对 把你们自己的人 都管好咯 这一回 都给我干出个样来 让他们瞧瞧 什么叫工人阶级 创造奇迹 你怎么睡这儿了 昨天晚上 重新做了一遍图纸 所以没回去 重新做图纸 修改的是工方案 为什么 自己看我 你干什么去 去工程处 准备爆破方案 爆破 师傅 时空方案我看过 没有爆破这一项 新的时空方案是什么 不来半天 我们俩敢不敢 有师傅给我们撑药 我们怕什么 师傅 这事您就交给我完了 我跟我那帮小兄弟就干了 别让师兄掺和 本齐 你为什么不让我干呀 我可是你师兄啊 师兄 师兄 但是这事 多少有一点正式风险 指不定惹出什么事了 你呀 脱家带口 交给伴的完了 对不对 师傅 你们俩 都别找了 我跟你们办法办法 本齐说得有道理 这个事 有点没个正式风险 我和夏方舟商量的 爆破是头一道工区 要赶在队伍进工地之前完成 不来啊 你带着你那帮兄弟 爆破之后 把场子给我看颜了 谁也不让进 师傅 咱们队里的人也不让进啊 夏方舟可以 他要看效果 除了他谁也不抢 明白了 放心 师傅 到时候我就说是报复现场 把他们全都拦在外面 师傅 怎么没我事了呀 对了 出来 我本齐可以进 本齐啊 你带着你那帮兄弟 趁着晚上把全部炸出来的钢筋 给我运出来 然后悄悄地分头卖给 不同的飞饼社会站 别让人抓住把柄了 师傅 就这种特务工作 我什么时候失过手啊 先别吹 拿回钱来才算您办的事 没问题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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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心吧 我来本节啊 把你们那帮兄弟的嘴啊 都给我五言 师傅 绝对不能嫌疑 不是我吓唬人家 出了事就是他了 没问题 师傅 我那帮兄弟嘴多言 去吧 小丹 夏方舟重新做了施工方案 图纸出来了 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 我看了半天还是不明白 新的方案工程量增大了 我们的工期已经很紧张了 为什么要改啊 你怎么了 这是阴谋 精心策划的阴谋 阴谋 什么阴谋 如果这是阴谋 看来您也参与其中了 我被挟持 被他们挟持 到底怎么回事 算了 别卖关子了 不想说就算了 小丹 我卖出了这一步 我 我不想听 小丹 等等 陈国民 陈国民和夏方舟 准备司法奖金 司法奖金 他们要搞自身阶级那一套 奖金挂帅 物质刺激 他们无耻地玷污了 大三线的奉献精神 妄想把伟大的工人阶级 变成金钱的奴隶 队长 报报报案做出来了 厉害啊 这半天就做出来了 泰山不是累的 牛皮不是催的 方舟 你是我建的工程师里面 手最快的 就不是吹跑啊 什么时候开工啊 你的意思呢 越快越好 时间不能累 今天来不及了 明天怎么样 可以 但是这炸出来的废钢筋 怎么运出去啊 数量可不小啊 那些事你不用操心了 我都安排好了 天一无缝 咱们俩啊 分一下工 这个工程质量你把关 施工速度我负责 出了问题我担着 出了事啊 咱俩一块儿担着 别想占我的光啊 没你的事 陈队长怎么可以这样做 他是全系统 红旗施工队的队长 关键是夏方舟 夏方舟能左右陈队长吗 我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夏方舟一再地强调工程的难度 他这是给陈国民设了个陷阱 陈队长看不出来吗 他当然能看出来 他堕落我 彻底堕落我 堕落到被夏方舟牵着鼻子走 这种可怜的地方 你也参与了整个过程 我说过 我被挟持 被他们挟持 你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甚至都没有反对他 我没有采取行动 是因为我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 小丹 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 甚至是在思想上 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场斗争不仅需要勇气 还需要策略 小丹 相信我 我启辰刚 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不过小丹 我需要你的密切配合 效果不错 费钢筋全都出来了 这些家伙 明天都变成奖金了 这么多费钢筋 今天晚上能处理完吗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方舟 你就等着吧 看我给你摟一手 滴水不漏 我还有个疑问 这么多奖金 马上发给大家吗 这不就成平均主义了吗 这得根据这个表现 效益 一比一比吧 当然了 现在特殊时期 表现一般的 也得发点 别有那么多事 你就不用操心了 等着看我戏吧 走 咱们去那边看看 不 技术界 你们不能进去 师兄 我是咱们队总支副书记 前技术员是队里的施工员 这是我们队里的工程 不让我们进的 不是谁不让 是操作规程不允许 包括现场 在解除警戒之前 谁也不允许进去 夏方舟怎么进去的 他是我们的技术指挥 技术上面的事情 我们都得听他的 再说 上一次排出哑炮 不也是他进去的吗 好的 我们不进去了 张琴头啊 还不错 超过了预期的效果 师傅 刚才技术记和秦技术员 想进来 我把他们挡回去了 队长 正常 一个副书记 一个施工员 想到现场看看 没什么大琴小怪的 过来啊 就按我安排的办 是 方总啊 没事了 一起我家喝酒去 请进 赵总 赵总 新的一期战报您看了吗 看了 怎么了 陈国民师工队啊 进展神速 原来还把他完不成任务 现在呢 有可能提前完成任务 太好了 这个国民啊 就是有办法 赵总啊 这速度上去了 我担心这质量 会不会出现问题 这个反攻工程啊 可不能再出现麻烦了 别说大麻烦 那小麻烦也受不了啊 我想要不要组织些人 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他们现在这个速度啊 已经超出了常规啊 快的确实有些离谱 过去看看也好 师傅同志啊 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 陈国民那个人嘛 顺毛驴 千万不能搭击了他的积极性啊 好 那我就去准备了 好 好 发奖金的事 清晓山知道吗 他不知道 我跟季晨刚主护过 绝不能告诉他 你发现没有 最近啊 他天天在工地上 对美道工序 检查得非常仔细 他是施工技术员 这是他的本质工作 能不能给他安排点 别的工作干干 安排什么呀 我看他干得挺好啊 我说夏公舟啊 你没干过坏事啊 不就发得奖金吗 多大的事啊 又没花过家的钱 用不着整天提心找咱的 师傅 程处长来了 他在办公室等你 程处长 我的主要任务 还是学习和锻炼 学习锻炼 需要把你摆在这个位置上 他陈国民已经是书记队长 一肩大了 所以你这位置就非常重要 我告诉你啊 工程质量要是出了问题 你也逃脱不了干系 我会履行我的责任的 好 那你跟我说说 有没有务事工程质量 这是追求进度的情况 我的主要任务 还是抓思想工作 计程大 当官没几天 学会打关签了吗 其实吧 是这样子 程大书长 队长 程大书长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喜欢 搞突然袭击啊 反正我也习惯了 这趟来有什么事啊 你搞什么突然袭击啊 这不是你的施工队 这进展神速啊 整个二号信箱的施工队 都望尘莫及啊 追都追不上 赵总让我过来总结一下经验 看肯定有什么诀窍 这好推广一下是吧 是吧 那就 工地上行 那行 那我就 客随主便了 陈队长啊 你这是给工人灌了什么迷魂汤啊 一样的话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了呢 程大书长 什么叫灌汤 这是王牌施工队的积极性 积极性 我怎么听说这加班加点的干活 都不申请加班费啊 这都提前到了共产主义嘛 谁跟你说不给发加班费了 工人们有积极性 他们不申请我们都记着呢 该发的加班费一分也少不了 陈姑娘 咱俩这么多年了 谁还不了解谁啊 我可把丑话说到前那儿啊 这施工进度上去了 如果质量出了问题 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少吓唬我 陈叔父 你来这是总结经验的 不是来挑事的 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老子不赔了 陈姑娘 陈姑娘 秦极处员 发现问题了吗 没有 根本就没有问题 你去哪儿发现啊 小灾啊 咱们在一起公事 时间也不晚了 我给你个建议啊 向夏方舟多学习 把自己的业务提高起来 这才是你们大学生的王道 别跟季承刚一样 你们大学生啊 都跟他一样 坏了 陈国民不但是四大金刚之首 还是王牌施工队的队长 全系统的老模 又是你师父 在工人阶级里面 徒弟胆敢欺师灭祖 那是要中盘秦利一大 陈主长 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啊 就算是大一灭金 我也毫不留情 至于说到我师父 我理解 我的师父是工人阶级 很多人都知道 我和陈工民同好对 也有很多人想利用 我们之间的谋论 都无名的罗产 我来找程处长 不是为了我个人 我是为了保持 大三线的精神 和工人阶级的纯洁性 与这种外风邪系 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需要组织商替你报名 我不害怕任何人 打替报复 这事还跟别人说话 我相信程处长 上次无本级私拆发动机 是你检局揭发的吧 是我 好人 敢做敢当 什么 撕发奖金 是啊 陈国民修改了施工方案 把埋在地下的钢筋 炸了出来 悄悄地卖给了废品回收站 用这笔钱 撕发了奖金 什么 董事 这件事情你敢弄清楚啊 这可不是普通的错误 这是原则性的正式错误 大错误 现在是证据确凿 你不懂 这个陈国民胆子也太大了吧 你准备怎么处理 顾代表 我就是一个常委兼助长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处理得了啊 再说了 大家都知道 我跟陈国民有矛盾 我不想让人认为 我是先前报复 公报私仇啊 什么 董事 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您是知道的 陈国民在赵总那儿的分量 主要是对我 我明白 这样 我跟你一起去和赵总回报 好 这个陈国民 简直是胆大妄为 司法奖金 这个问题性质非常严重 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的话 一旦让上级领导知道 再追查下来 那就太被动了 问题确实严重 不过 这件事情有点棘手啊 你有什么好棘手的 按组织程序 执行纪律 一查到底不就完了 处理他陈国民很容易 但是县离这暗时出铁 这可是红线 这是大局呀 所有问题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陈国民现在干了这个反工工程 本来就没有人敢接 他好不容易接了 如果这个时候处理了他 谁还敢接呀 工程完不了工 就不能保证暗时出铁呀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人我们先处理 然后让他戴罪立功 如果完不成任务的话 二罪并发 来 回来这儿 陈国民的脾气咱们不是不了解 他一旦犯起婚来 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如果这个时候处理了他 他一旦撂起了挑战 献离日不能出铁 咱们 会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 那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他陈国民可以回来 可我们呢 我们可不能在这个政治问题上 犯错 不得没错 说副同志 证据拿到了没有 还没有 现在是口头举报 是吗 同志 你不是说证据已经切凿了吗 顾代表 师傅同志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这件事情 就暂时不要扩散 莫勤求三个人知道就可以了 师傅同志 你牵个头 马上组织工程技术人员 到工程现场 考核施工质量能不能达标 等功了之后再处理吧 如果一旦影响了施工质量 必须立刻整顿 要严肃处理 该撤职撤职 该研办的研办 你们看 这样好不好 我同意赵总的意见 暗示出帖 这是个硬杠杠 耽误了这个大局 我们谁都扛不起啊 方舟啊 你把那个工艺流程啊 再优化一旁 再给他们加加量 争取把完成任务的时间啊 再提前 我说差不多得了 就这么点奖金 你还想怎么样 太弹得无言了你 这你就不明白了 奖金这个东西啊 不光几个钱 这里面有份荣誉 多劳多得 谁拿得多 谁就光荣 就说那个程世锋吧 三级工 不像我 七级工 对呀 我就比他光荣 喂 我程光明 呦 赵总啊 好 我马上让他过去 赵总让你去他办公室 是不是我们的事被检举揭发了 多大点事啊 整天一惊一乍的 那 那他能找我干吗呀 这不明摆着吗 咱们的速度太快了 程世锋那家伙 一直想挑我的毛病 认为咱们是质量换速度 来到他们工地 也没发现问题 这不 就跑到赵总那儿去告状 赵总不知道咱们有秘密武器啊 被他这么一点饮药啊 点得不放心了 你是技术指挥 不找你找谁啊 别的不敢说吧 工程制的 我可以打保票 这保票你打得了吗 报告赵总指挥 百分之百 陈队长啊 让我把流程再优化一下 完工时间还有可能再提前 没别的事啊 我先回去了啊 程长 坐 陈国民司发奖金的事情 看来你是知道的 你跟陈国民一起商量的 我只关心工程质量和施工速度 你少要给我在这儿绕圈个 工程上你算个高手 说官话 你可不如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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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